还是NV 对 不过这场比赛 大家都是在往核电站这边去抢点啊 看看ACT 好像要撞魏无线了 贴了过来 那这一波魏无线应该是再接难逃了 是的 AG的站位好像在第一点还放了一个人 那个枪线是支援不到的 身上只有三个人 引爆了再聚 星辰也倒 但是现在AG不太好过来支援了 周围的枪线很多 魏无线已经被补掉了 3-3也倒 是的 那这样的话跟前只有小文一个人 低点的人考不考虑拉车上来呢 对 要来了 要帮一下 这波好像还想打吗 因为司马光已经在往这边开了 但事实上 其实可以走 对 ACT四个人没有倒啊 对 只有星辰被补掉了 还是三人满边 三人的编制 司马光一旦把防徐放掉之后 加也没有了 这波只能提连打了 哇 差一点点 左右开弓 可惜没有打到第二个 那现在对于司马光来说 如果想要把这波架继续打完的话 要看看旁边的K1会不会给点帮助 打了大半的血 小心这个雷 炸残一丝 人火 逼他的位置 K1也过来了 听到车身来不及了 烟也起不了了 要被铲了 哇 非常遗憾 这波AG前期的分彩 还是被对方抓到了机会 但是K1才是这波战斗的最大赢家 两个队呢 这波应该是拿到了不少的分数 稍微补了一下上把没有吃到鸡的就是差的那一些吧 对对对 只要你不着急 圈就会帮助你 所以NV算是等来了自己的一个春天 再看一下天霸跟阿西 阿西更加抱团一些 比喻 哇 180度拉枪 再面对另外一侧 但是白小纯已经倒了 看哭居要不要过来帮忙 这车队拉得也太远了吧 背后还有一个队伍 想了一下还是不要去了 因为人都没了 还去干嘛呢 另外一边 微博也跟VS开战了 现在来看的话 静点是三打三 SOK已经被补掉了 看静点的维森 没有手雷 只有两颗火 一颗闪 扔了一下 Z9这颗手雷 放到了结 维森主动地往前走 找一下在混淹的人 分到两个 厌重恶鬼 我怎么感觉第一时间维森左侧那个人都没有打他 他以为维森是队友 有点对标重叠那味了 这波等于VS在被烟雾混淆的情况下 完全信息失误了 对 小帅这边好像还要想给队友报仇啊 主动拉到了近年的房区 维森这边再加枪 先封一下小房间 把门一关 再把门一开 骗一下你 看下机会有没有机会呢 不停地在混淹坐在车上 有机会打个药 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 失误了 但没问题 最终的杰还是守住了这个房区 但很伤啊 宫大宝马上也要进来 因为刚才小帅外面是待不住的 所以他被迫只能往里进攻 对 现在是欢乐四打一 抢占小房区 这个时候外面没有人抽把的话 其实童家宝外面可以留一个人 没错 其实这个位置很刁钻啊 对 看龙仔 出枪吗 找到了 但是因为是两个人抱团又补枪 对 有点可惜啊 虽然说选择位置很刁钻 但是出枪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是的 有很多提速的嘛 前期如果说你撞到别人分彩的话 那势必要拼个你死我活 接下来就看下一个圈形 水域还多不多 因为如果水域不多的话 其实还是有很多位置可以占的 对对对 基本上是完全排水了 农场可以占两个队 农场可以占至少两个队 没错 但是童家宝 童家宝会迷信圈中心这个位置吗 其实如果你进了农场这块的话 再出来就不太容易了 先看看K1这边是进入到M城城头 下车之后直接被接了一个下车 完美接住 15ZY 是的 而且队友的枪限也没有跟上 K1是不是觉得这个防区没人啊 可能是 因为有可能15ZY没怎么漏过 出来打主动 队友也到了 到了背后 这里又翻进来 打得非常灵活 一阵之间大拳和15ZY的连倍配合 只剩下小哲一个人 是的 15ZY想尽快清理掉了围墙的位置 但是被反雷了 而且还被补了 有点可惜了 15ZY最后一丝线是被大拳锁定住 这波15ZY后面打得稍稍有些自信 当然他也不知道对手已经捏了一颗雷在等他 对 结果一打起来之后呢 天霸反而跟KSG遇上了 KSG刚才就在城里站得很分散 枪绳一直在北边挂着的 对 而且这波顾GG非常的嚣张 把扎宝给他吓退了 不行就可以上山啊 不用完全进城 我觉得天霸更多的是 想看有没有分数可以拿 但是轻至这个位置 拉得就有点没有掩体了 救不了了 救不了了 那这样一看的话 如果他们记了队伍编号啊 或者说把这个人补掉之后 就知道前面这个防具的人肯定不多了 对 然后天霸放掉了山头 现在体盘就踩得很舒服 对 其实整个马路的右侧面积已经很小了 大家应该会做好准备 等会要去往马路左侧去打才对 没错 这边想要扶一下 但是还是被补掉了 这场比赛刷在圈中间 要看一下同家宝这波 是要扎炮楼还是要贴防靴 同家宝先小扎了一波 扎到炮楼去了 J Team抽了一个NV抽了一个 扎到炮楼去了 但是这个车有没有摆好呢 没有摆好再挪一下 反正烟已经起来了 但是你周围的打他们的枪线实在是有点多 对 基本上是一个90座枪线 南部JD 东部是NV 然后体盘去撞了KSC KSC的站位也不是所有人都在一起 KSC是112 他们两个人在M城 你还记得吗 那个三层楼的位置 然后安岩在桥头 桥头的一个右侧靠海边反斜的位置 然后他们脸上这个假设库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 打得很大胆 一个烟没有扔进去 这边是要主动的反清 不能让KSC拖他们太多的时间 但是KSC在隔壁的三层楼 并不在静点的骨仓 这谁爆出了货物的信息 有假信息 报假点 那就走吧 找不到就走吧 对 已经这个骨仓 发现一点声音都没有 你永远找不到一个想要藏起来的局 但KSC这局操作空间 也不大了 药不多了 主要是他接下来的地形 他也进不了圈 而且他的载具大概率 也进不了 大拳刚好走了 仿佛有杀意感知 那个角度只能看到大拳的秀放 他看能不能舔一下青植的包吧 不知道青植的包里有没有很多药 青植可以给他爆 他应该 想舔想舔 修他们现在没功夫管鼓居居了 看到修他们的车了 这个车上不好打 这个距离 我刚才说不好打 他红点给他打下来 而且我觉得命中效率相当之高 他是啪啪把我们的脸打红了 确实准 确实准 这个是真准 对 他是红点 打了一个坐在车上的两枪头 我甚至都看不见那个人的头在哪 也跟车减速了有点关系吧 我觉得当时 扣角应该是想在斜坡的观察一下 马路对面什么情况 对 这一波顾居居要贴近点了 但是近点有个人在溜他 大拳 肚脚步了 大拳就是在等顾居居 对 TSG现在因为加倍体坛偷了之后 他现在想进圈 体坛一定会砍 有一个斜坡可以用 他眼神上只有一颗雷 看到了素可以下车位 但是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 这波扫射 这里很难打了 因为原点体坛是有核枪在架枪的 相当于是一架三冲 对 而且体坛是把有力地形全部拿住了 新的圈形 稍微靠南走了一步 这场比赛 圈的正中间还是接地 看他们什么时候合吧 我觉得现在有机会可以合了 如果边缘的队伍都在护卡的话 其实反而是等于 还可以再探一下 有很多保镖 除非有队伍就是我顶着一堆枪线 我创进来的话 可能对京东会有一些威胁 对 这个时候得离车近一点 KC现在已经全员不在圈 走北边去 知道吗 北边有山头 但是接下来掩体就没什么了 基本上没有掩体 只有一些零星的树木 对 要贴吗 这边是RC的满边 贴了 贴过来还没掉人 这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RC的防守重心并不在大仓 大仓近点只有一个人 只有弟弟 是的 一颗雷 反弹了一下 没有扔过去 效果不好 没有扎到人 暗炎已经贴到近点 而且暗炎朝着门口扔雷的方向 来了一口 锁住 一撕 想找地方打药 需要展成帮忙架 再架 再架 再架了 传炎还放倒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第一波KC的攻势 已经被RC防住了 但是格子那边是被放倒了 这个点是NV放给RC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圈 而且位置很差 还会帮他们卡人 没错 翔翔找到一个台面 打倒一个直接连打带补 再回防区继续扶人 操作是行云流水 再看一下J Team这一侧 跟ST打ST 现在还没过来 这个防区其实可以上防顶啊 但是他们现在好像 没有人上防顶 如果说能拿到二层阳台 或者防顶的控制权的话 其实挺好打的 ST撤了 ST再往北边走 那仙宅怎么办呢 仙宅在南边 对啊 那我们继续来看RC这一侧 NV是打把哦 因为你看枪线可以看出来 是的 KSG那边 闪电一颗手雷 配合上枪 现在连打两个 看看最终弟弟出枪 枪雷并举 带走KSG 是的 RC这波的话 防守是成功了 但是也损失了一部分的人员 没错 而且接下来的话 NV还会继续卡住 对啊 他那个位置 只有一点点载圈了 只能放一个载圈 扫J Team的车队 哪边能够拿到击倒 你别说ST这波 做的确实好啊 很清醒 是的 但是 找了一个安全路线 去跟仙宅会合 对对对 但是另外一边 在南部 RW跟体坛打上了 现在GD的分彩 依然有效 甚至还能K点头 体坛都不完全是贴脸 只是两边在护架 但很明显 RW这边打得更加放松一些 对 而且背后还有京东的枪线 他有掩体优势 有圈点优势 有防区优势 甚至还有投授物的优势 甚至还有投授物的优势 还有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优势 优势太多 但是 头被K了 陈思已经念好了 一颗雷 扔过来 马上烟雾也快散掉了 但是比例还不够 因为 他是在房内 然后 二层楼 身边也不能露太多了 也不好起身 是的 最终这个分数 还是给到了迷路 RW还是卡边成功 而且他们 这个点的话 再往前走 就是JDE的防区了 现在JDE还是两人分彩 看看他们怎么选择 好像要把中间放了 来南边 已经开车了 因为知道南部的RW 人数众多 确实 这个时候京东 一定要选一个重心了 如果他会合到中间的话 其实他是被周围的 所有队伍 夹在中间了 而且那个防区比较低 但是有没有人 可以看到京东会合了呢 好像没有人 这个角度 中间是有一道 闪电划过 但是闪电划到了 旁边的坡里 没划到防区里去 我估计是没有想到吧 没有队伍想得到 就是京东这里 是直接是放弃了 中心点的防区 阶段六 圈中间没有人 我想都不敢想 而且STE 也不好看到这一侧 不然的话 STE肯定不会想 去跟JTE打 对 那这边RW 已经开始封烟路了 他们也没办法 再去往两边绕了 对 童家宝可以看 溜去溜去了 先看这边 RW这边要吃街车雷了 看这个街车雷的效果 角度好像还不错 散兵炸君命 能炸倒吗 没有炸倒 苏南跳起来 先接住一个 现在心里已经飙到了143 身上的药很多 而这边GIMI的一颗火 是烧到了岛时 明明也被远点放倒 一阵之间的话 看看这颗雷 再来一个街车雷 预判 仍远了一点 是的 成C没有受到伤害 来到了二楼 这里散兵现在是中方 成C是首方 成C怎么守住了 这波王牌对王牌 还是成C稍战上风 是的 外面还有苏南 苏南的血量 现在是要低于成C一点点 对 先用一颗雷 创造血量优势 但是苏南已经贴到近点 给了一颗闪 防止你架窗口 成C继续在这个楼梯口 同样的位置 他下来了 先补人 给你压力 给苏南出手 脸提脸 三连暴走 成C拿下四个淘汰 并且依靠这个战标 刚才是卡了对手的一个站位 操作非常细 这些枪法也是比较精准的 那这一波战斗的失败 其实对京东来说是致命的呀 他们是防守方 没有能够防住进攻的RW 现在的分数很危险 是的 也很微妙 看这边G-Team 所有人站起来 你都不知道哪里在打你 是的 强险太多了 太惨了 G-Team 那个SC也是比较稳得住 他在这个位置 蓝白时间已经挂了好久好久了 童家宝 最舒服的队伍 他拿到了中心点位 对 而且他刚刚在炮楼里面 一个没倒啊 一个没掉啊 倒是倒过的 但是没掉 对 没掉 没掉很关键 那那波应该花了不少烟雾 对 闪电应该没雷吧 他又趴下了 没雷 他没雷 他有两个火 不然他早就应该捏了 就看程C有没有杀意感知了 程C你附近有辆车 你想一下 为什么会有辆车呢 对不对 决赛圈了 旁边还有辆车 我觉得这波尤可的枪口抬不起来 就要死了 但是我以为程C是因为枪口还没有拿出来的时候 然后就会被闪电淘汰 但我没想过他是准备要来点能量饮料的时候被打了 他得补充一下能量 然后就没了 确实还是没信息 场上的唯一变数 其实他的位置已经暴露给场上所有的满编队了 现在这个圈形呢 ST是必须要进攻的 天和86已经插出手雷了 这个围墙啊 不一定能炸到童家宝 距离还是有点远 如果ST跟童家宝打起来的话 NV还要考虑一下那个南边的独狼 对 看哪边打得比较快吧 但很明显就是肯定独狼这次会处理的比较快啊 没错 你只要摇个火力车 独狼肯定是被你摇掉了 看到了 直接对枪 把这把他打残了 两个数字哥之间的对决啊 李子东是NV也动了 三压一 看闪电能换吧 没机会 太难了 火力太猛了 对 打完了 右边已经打完了 就等左侧了 就看这波童家宝能不能满面手下来了 这把NV机会很大 对 现在起身 没有掩体 被6761颗雷 直接是雷倒并且用枪补掉 这个就是防守方天然的优势 对 姚哥 两个破点 怎么说 被右侧放倒了 童家宝瞬间倒两个人 看看676 再打一个 拉出来之后呢 被小杰放倒 一瞬之间只剩下4-3-3一人 侧身打倒一个 竞俭防局是一打一 那这场比赛 NV毫无疑问 将会 轻松 简单 完美地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是的 NV即将脱离危险区 那这场比赛 童家宝就算拿了第二 分数也很平均啊 14分 陈曾曾曾这里也选择了 干拉 因为他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了 恭喜NV 这场比赛 NV中前期的空点 包括在 农场南北的分采 在最终的比赛当中呢 他们 一架三冲 Order的世界位 配合上其他三位选手的 火力车 逐个清点 逐一击破 为这场比赛打好了